當你看到對面一堆硬硬的坦克 你會選哪隻射手去尻爆他們呢? 我第一個想到 史蘭茲或駭牙 都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昨天有拍過史蘭茲 而且兔子就算我插到大象 也會被他解掉 所以我就拿駭牙來尻他們吧 當對面坦克很多啊 我的駭牙會這樣出裝 攻速鞋、手裡劍、封爆雙刀 這樣攻速就能150% 用最少的錢打出150%攻速的傷害 後面再合成颶風、冬日、還有晨星 這樣的出裝有穿透可以打坦克 也不怕對面出護衛軍戰盾來降我攻速 給大家做參考 哈囉 早上嗨 你好 秀哥 I'm yoga 在影片的一開始 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原來一直以來 我的開頭的英文名字都唸錯了 以前我都會把他唸錯唸成Yuga 昨天有一位粉絲來信 你跟我說我唸錯 這個英文叫做Yoga 而不是Yuga 這邊跟大家更正一下 所以之後呢 這個英文單字 我都會把它唸成Yuga喔 好啦 感謝這位粉絲的來信喔 更正我一直以來 所犯的蠻大的錯誤啦 正常我亥犽所帶的技能不是清醒而是瞬移 一開始要先跟大家講 因為對面的控制技能不多 那經過我的考量之後 我決定帶了瞬移 如果對面控制技能蠻多 我的大招不好進場 沒辦法轉到底的話 我還是會以清醒為主喔 那你看對面有大象啊 塔拉啊 這時候瞬移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開始有跟大家講過我 亥犽一開始會如何出裝吧 那這套出裝 我自己 其實啦 有去訓練場測試過 到底出成星比較痛 還是出聖劍比較痛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可能會覺得 亥犽是打增傷 為什麼要出成星 為什麼要物理穿透 亥犽其實 你的被動滿層之後 你打出去的傷害 其實是會有原本的物理傷害 只是他會額外附帶一個真實傷害 有點像我們在玩趙雲 大招K下去之後 我們每一下普攻的增傷 也是額外附帶的喔 並不是把我們所有的傷害 都變成真實傷害 所以這個穿透 我是想要出來 去打大象跟塔拉用的 對面比較硬的話 可以考慮出成星 那如果對面軟皮角偏多 那還是以聖劍為主 畢竟聖劍 可以讓我們的真傷暴擊 那個傷害 還是會比 這個沒暴擊 來的更痛一點啦 那我們吃個補包 先把攻速弄到150%喔 對這也是目前 我們說亥犽被綁死的玩法 就是要出一堆攻速裝備 沒有攻速的他 那個傷害真的差很多 藍想要塔莎 我們大招直接轉過去 迅速拉出來 差一點點我跟藍就要被殺掉了 趕緊的我們回家補個血 以目前來說 我們的瞬移 是還沒有實際運用到的 那瞬移到底該什麼時候用呢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逃跑嘛 我們最常見的 逃跑 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我們大招在轉的過程 你對面那個射手 一定也會交個瞬移 或者是什麼位移技能 拉開你大招的範圍 那他只要一拉開 我們就用瞬移貼上去 讓他想跑也跑不掉 大概是這種效果 跟各位分享 對面體力 他不是帶瞬移 他竟然 超忽悟的想像 他給我帶清醒 我就問 這場我們控制技能好像也沒有很多啊 居然是帶清醒 這次啊 哎呦 抓到你的原點啦 莫拉 藍快沒血了 可是這個魔龍殘血 耶 有沒有機會搶到 先疊被動 把被動疊滿 一技能GG沒有搶到 被體力的一技能搶走了 這個大象有沒有機會 好 沒有任何機會 我們趕快吃個冰 把裝備出出來 目前我們出到了龍骨劍 接下來 你就是趕快預購 你的手裡劍 跟 瘋爆雙刀 莫拉遠點放的超X 他回不去 大招直接轉他草叢 然後再 瞬移貼他的臉 這個草叢裡面 有驚喜耶 有大秘寶耶 竟然藏著一隻體力 買一 又送一 舒服啦 剛剛我那個大招 再用 瞬移去貼墨拉 是不是就用的很有 價值連稱的感覺 應該有吧 我是覺得效果 還不錯啦 OK 下路 只有一隻大象手 我們就是穩穩的 把 塔推掉 大象 也知道啦 守不住 我們再預購 手裡劍 這場出裝好像比較快對不對 主要是 我們前期 扎了4顆頭 不然你出完手裡劍 等級真的是差不多9等 9等再搭上那幾件裝備 攻速是差不多能來到150% 一個快轉 我的手裡劍出來了 我就會接著去出 冬日 來個緩速 緩速對於駭來說 也算 還蠻 核心的 裝備 我本來想要回頭吃 卡下的補包 只看到塔利 他的血量 比我還慘 我不忍心吃 所以來左草叢蹲一下 有看到令月 半血在那邊丟丟 然後在我面前把大招開掉了 我們直接 大接 瞬移 是不是 價值連稱 好啦 被他跑掉了 可是他跑的路線 有一隻夜叉 那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喔 那我就不過去了 卡了一隻大象 中路清個兵線 好的 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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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二塔的話 要小心令月 畢竟被他丟到的是很痛的 這個位置 可以轉 轉上去 然後拉掉 去下路吃冰 或是幫打野 吃個龍 都可以 都是出來了 就是回頭把 風暴雙刀 合成 颶風 接著就可以開始 出成星 那如果你要出成星這一套 也是推薦大家 比較順風的場 再出 畢竟成星 是比較貴的裝備 不要理大象 直接把他 推掉 趕快 走啊 走啊 回家補個血 他們掉了兩座高地 就剩下中路的高地啦 這個零 提地 沒有位移 沒有位移 直接收掉 我發現蠻 雖然 他看起來 是那麼不起眼啊 我看起來 可是他其實技能 打得還蠻痛的 真的蠻痛就很噁心 有點像愛麗絲 雖然愛麗絲看起來不起眼 可是他技能一直丟 你就覺得他很煩 大概是這種概念 好賣掉 換死整鐮刀 往後面拉掉 接著中路 可以拆 其實大象這個角色就 就這樣囉 就是解控用的嘛 所以這場我才不選 此蘭茲 先把大象收掉 然後我們往後走 走到底 要跑要跑要跑 只能等下一波 那現在15分鐘 果斷 直接大招 來吃魔神台大 趕快把這場結束 比陣容來說啦 你看我們的陣容是偏軟的 只有一隻夜叉比較硬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四個人站一起 我們四個人都超軟 反正是對面喔 他們超硬 硬的代價就是 沒什麼傷害啦 黏著他 黏到死為止 OK 有一隻兵 人有點多 要小心令月 我們這個被令月的四倍傷害丟到 是會出人命的 只能再等 凱薩過來了 慢慢的 等龍過來 莫拉的遠點 放這麼前面 然後這個體力打人有點痛 體力收掉 然後這個大象 我們直接轉 沒有問題 我死了 大象也死了 主堡也爆了 嗨啊 這套出裝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優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indi 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